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经22日就请赴列雷建案执询台银高层,黄批评,负责主导调查的台银总经理不但一问三不知,还露送了列雷建连在案的完整征信报告,令他相当不满地说,这是有追查真相的决心吗? 黄国昌在脸书上写道,金管会主委顾立雄表示,因金管会对台银没有精简,必须由台银自行调查,但负责主导的台银总经理在被询时一问三不知,痛批是在调查什么,还是根本在装傻 黄国昌还提到,财政委员会要求台银提出所有有关列雷建案的资料,但送来的七大卷资料,独缺了列雷建连在案的完整征信报告,被抓包后才匆匆送上 这让黄国昌呛说,以为立委都不会认真看,都看不懂吗?到现在还在隐匿,可恶至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